电信基地台设置争议不断 19号玉里镇有居民拉起白布条抗议 针对一名地主没有告知地方居民要设置电信基地台 就已经设置完毕 他以影响健康为由直接向地主来抗议 而地主表示是通过电信以及NCC评估核准件的基地台 不过基于尊重地方居民已经联络电信公司要求拆除 而义长表示基地台是合法申请设置 因为部分居民有疑虑日后可以召开说明 让民众了解装设的目的 电信基地台设置争议不断 玉里镇19号上午仍爱路上很不平静 不禁居民拉起白布条抗议 针对一名地主没有告知地方居民要设置电信基地台 就已经设置完毕 以影响健康为由直接向地主抗议 地主表示一切都是通过电信公司以及NCC评估核准件基地台 不过基于尊重地方居民已经联络电信公司要求拆除 路段就是有居民可能有架设基地台 那造成附近民众他们会可能觉得说 基地台的那个电磁波对身体可能有所危害 所以说他们现在有做一个抗议的动作 对那他们也是希望说可以的话业者不要装设这个基地台 里长说基地台是合法申请设立 因部分居民有疑虑 所以也建议之后有设置基地台可以先召开说明 除了替居民消除疑虑 也让民众了解装设目的互相尊重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